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天五夜大火 这场灾难使李斯本三分之二的房屋成为废墟 十万人丧生 而当时李斯本总人口仅二十七万 其惨烈排在人类灾难时第十一位 在如此惨烈的大地震中 热罗尼姆斯修道院却安然无恙 这或许是因为他的建筑结构足够挠股 也或许是因为他是葡萄牙全盛时期 遗留下来的建筑艺术真品 让上帝也心于这处居所 在地洞山摇的那一刻保护了他 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座 灾难中屹立不倒的热罗尼姆斯修道院吧 让时间退回到地震发生前的250年前 1500年前后的大航海时代 葡萄牙是最早的海上霸主 航海家达加马 1498年绕过南非海望角到达印度 开通了印度洋航线 它的意义非同凡响 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前 这是近400年欧洲通往亚洲各国的主要航路 1501年就是为纪念达加马 发现这条印度洋航线 修建了这座修道院 达加马的墓被安置在教堂左侧入口座 炸卜甯 教堂最精彩的部分是南大門石雕 热羅尼姆斯生平石雕 這是葡萄牙語音譯 中文常被譯為聖傑羅姆 這是他為老虎拔刺的雕像 與葡萄牙的鼎盛時期同時到來的是 建築上的曼盧埃爾風格 得名自這一時期執政的曼盧埃爾一世國王 其特點主要表現在建築的裝飾風格上 而不是建築結構的改變 尤其是對門框窗框周圍精細繁複的雕像 圖案與大航海密切相關 海浪 貝殼 蝙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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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蝙蝠 國王的魂天儀文章 那時滿世界停泊著葡萄牙的船 那時滿世界停泊著葡萄牙的船 人們也稱曼盧埃爾風格是大海的風格 這種風格最傑出的建築代表就是這座 傑羅尼姆斯修道院 其次還有貝倫塔 托馬爾耶穌修道院 阿爾科巴薩修道院 以及我們前面介紹過的巴塔利亞修道院 今天他們每一座都是世界文化遺產 這是修道院內部 在遍布教堂修道院的歐洲 當我走進里斯本熱羅尼姆斯修道院時 我被他的美迷住了 第一次產生了居然有百看不厭的修道院 建築是凝固的音樂 是這座修道院對這句話 最好的詮釋 在利比利亞半島看建築上的裝飾 因為受阿拉伯文化的影響幾百年 越是高級的建築 越是高級的建築 比如教堂、宮殿、城堡 在強大財力的支持下 越是裝飾繁复 他們喜歡整面牆 不留絲毫空隙滿鋪的裝飾風格 尤其在西班牙 一邊被那密密麻麻的精雕細琢的裝飾震撼著 一邊也被滿眼的神人和聖人壓迫的喘不過氣來 詞曲 曲 李宗盛 初看热罗尼姆斯修道院 一下就会被它有节制的装饰打动 纯净的大理石墙面上有大片的留白 旨在恰当的地方 向上精致的曼罗埃尔风格的纹饰 繁简有度 疏密搭配 那些曲线优美的郎柱和各式的交叉拱圈 仿佛音乐的节奏在大理石中游走 让人感觉不到宗教建筑的威严 反倒让人产生心情愉悦 灵魂也变得轻盈的感受 曼罗埃尔风格作为葡萄牙 海上大帝国的产物 不可避免地随着帝国的衰落走向没落 但它留下的华美绝伦的建筑 将永远记载葡萄牙曾经有过的辉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